20岁刚出头的王一博 凭借着什么成为天天向上的团宠 又凭借着什么成为顶级流量呢 当某些人遇到是只会沉默时 王一博会第一时间出面发声 粉丝不要帮我骂 有些事情我自己说 这是前段时间 王一博在赛车比赛 即将拿到小组第一 却突然被对手恶意撞倒时说的话 本是对方的过错 那些人凭着对 一人的偏见 完全不顾体育精神 仲裁如果要判的话 基本上就是对手权责 这已经不是王一博第一次被恶意重伤 粉丝们肯定是心疼的 但王一博即便受委屈 也要护权粉丝 以免粉丝被骂 去年夏天 王一博被全网黑了八天 当时陈情令刚播正大火 王一博却被爆炒CP 只凭一双同款鞋 就判定王一博谈恋爱 这件事真正惹到粉丝的点 是黑粉的无中生有 营销后的无脑拉彩 而实际上呢 王一博是话少 但做事很认真的男孩 王一博说过 他一直在为自己不红的那天做准备 到时候 可能会去开个摩托店 或者办个舞蹈培训班 一直跳到不能跳的那天 他很清楚 粉丝只是陪他一段时间的人 而他把这一段时间陪伴他的人 给出了全部尊重和爱护 这样的一个男孩怎能不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